好 暑假有三個月嘛 對不對 可能這個小時候可以玩一玩 可是你快要出社會 最好去實習一下 你去實習才發現 學校教的跟外面用的都不一樣 真的耶 那去學校念書幹嘛呢 所以要有一個理論的基礎 對… 然後知道如何背叛自己 是 對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調查 這個是人力銀行的調查 說其實老闆有6成2 他們願意多付25%的薪水 給有實習經驗的親近人員 對 因為比較接著上 要不然你也搞不清楚 如果你就這個暑假公公 然後又去玩一玩 又去墾丁嗨一嗨 然後都沒有實習 對不對 那有41%的學生 是希望能有實習經驗 但實際參與大家 只有一成二 好少喔 就是意願跟 走出家裡的冷氣房 要出去實習 那個好像又落差了三成耶 怎麼辦 應該要實習 台灣人才嚴重流失 對啊 怎麼 但是又覺得好像感覺不到 他們真正想要去做事情的意願 是不是我們誤會了大學生呢 先問大家了好不好 你是在哪一個行業 哪一個單位實習的 他們都有去實習 有喔 太好了 這些都來了 都在這裡 真理航管系的八丁 你都做些什麼呢 提琴 像是一些登機 接機 送機 然後還有我們要負責 幫機打疫苗 就是載動平衡表 要拿去給機長 要跳上去 然後就要拿給機長這樣 就要從那個窗口 笑到窗口 拿什麼東西給機長 載動平衡表 就是什麼天氣表 然後還有一些 是喔 對 飛機的載動平衡表哪些 因為它要看 就是整個飛機的那個 有沒有可以 飛機這麼高妳跳上去 穿過誰 那個啦 是那個 它是小台的 只是ATR72 那個72人裝那種小台 是機長的腳是當輪子的 那麼小台 對啊 不是啦 不是… 我還以為 因為我還以為地勤師包括 比如說行李有沒有 行李 對 妳要去拉行 不用 這不是我們的事 那是另外那個台勤大科的事 亞莎妳在國稅局喔 對 可以幫我們抽走一些資料嗎 沒有 是 就是有些人就是 因為我們是有電腦download下來 然後是幫妳試算 然後就是要繳多少錢 或是可以退多少稅這樣 對 所以試算是什麼意思 就是隨便抽出一些人的資料 沒有…就是妳帶著妳的那個 就是所得清單 還有哪些可以抵稅的東西 然後我直接幫妳算 然後就是做那些 就是算妳的稅額 然後可以退多少跟要繳多少 然後也可以就是幫妳 就是有哪些東西 可以幫妳扣掉 可以少找一點這樣 那另外是安 你是立委的助理 是 方便公布是哪一位嗎 還是… 不方便 這個要保護的喔 對 就是 對自己 對我自己也好 對…對我自己也好 對…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經驗而已 安做什麼工作呢大家 其實我在辦公室 就基本上是 有點像在被招待一樣 因為很多專業的事情 也沒辦法做 然後就跟著跑而已 立委不是很忙 從早到晚什麼行程 立委非常忙 對不對 但是在你們的工作內容裡面 最有趣的事情是什麼 大家把它寫下來 來 小月 妳是 娛樂記者 對 上海復旦廣電系的 對 所以妳覺得最有趣最特別的是 就是可以 跟超多名人接觸 對 每天都是狂跟名人接觸 然後就是還可以跟他們拍照 要簽名什麼的 對 這樣不會有一點 不專業感 對 因為我們實習記者就還好 對 他們就說 就是哥哥姐們都說 好啊 那就幫妳拍一下這樣子 妳最開心是看到誰 最開心就 安苡萱還滿開心的 別人做人 對 不是啦 她在工作 工作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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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種學 開心嗎 超開心的 真的 你幹嘛 逼你錢 沒有… 我剛剛真的看到桃子姐的時候就 突然看到桃姐在拍 真的 就看到你們真的 跟大仁哥 大仁哥 真開心 對 好吧 我看到大仁哥也會很開心 這是 安苡萱 安苡萱 阿蕾你真的這個不要臉 對 你真的在真信社實習 對 其實真信社實習 只是我的冰山一腳 當中最有趣的工作真的是 真兼斑 那當然也就是直擊 真的有嗎 你真的有趣喔 其實因為我還有後面的一個介紹 它其實會有所謂的責任分屬 但是我最期待的真的就是 直擊交配現場 還沒有… 還沒發生 對 我真的還沒發生 但是我以後的目標 真的想試一次看看 我們今天就請來為這個 直上專家跟各位菜鳥聊一下 一起歡迎人力儀養營運長 李明倫歡迎她 請問一下這個執行長 就是說現在是不是畢業之前 大學生去實習 已經成為一種趨勢 現在其實滿多大學生 有越來越多 每一年看到的都是 會想找實習的工作 其實是滿多的 那大學生在選擇 這個實習的單位 有沒有一些他們考量的一些重點 OK 其實會提醒大學生說 如果你們要找實習的工作 第一個要看那個工作的內容 你一定要看這個很重要 那工作的內容 那看完工作的內容 要看看是不是你有那樣的能力 跟興趣跟意願 不要看 有看到可以看到明星 可是你根本就不會採訪 那其實這樣是可能做不久 所以第二個 你從工作的內容 要看你的能力跟興趣跟意願 那第三個你可能要看你的直屬主管 你能不能溝通 因為你可能常常要跟他溝通 對 對 你不能 你都不能跟他溝通 那這樣很麻煩 那第四個就是說 這個工作應該一定是要安全 那不違法的 這是最主要的四個 其實執行長剛剛講的很多的問題 我們同學都有碰到 所以今天他們就要講出他們的心聲 是的 首先這個是 第一位是小燕對不對 小燕是在當然是電視節目 製作公司裡面實習 請問 先請問一下大家 在電視節目製作公司裡面 有什麼樣的想像 對 你們想像的是什麼樣的環境 去工作會很好玩嗎 來 我想 因為這些裡面有錄影 已經錄滿久了 他們應該是該了解 看到我們這些辛苦的工作人員 劉璇 因為我覺得就是電視台就是 大家一直 因為我知道就是工作人員的辛苦 他們每次都一直在問我們說 你們有沒有什麼想法 你們有沒有可以找到一些人 我就覺得 一個節目才有一個禮拜的準備時間 哪有辦法想要出這麼多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好厲害 對 而且他們的創意是要會轉彎的 對 比如說有些實習生就很天真說 你可以發 蔡依林跟錦榮來 他說 對啊 妳發發看 對啊 想要發人家可以說不要 我覺得這樣的陣容很好 為什麼你們都做不到 妳來就知道 妳來… 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也是沒有錢 對不對 對 好 當然再講 好 再來 是 Elan 乾鐵人 對啊 就我覺得大家好像都是 就是做節目的 然後前一天晚上 大家幾乎都沒睡什麼 我就覺得這樣子很累耶 就很傷身 我問一下我們替你們 每次要錄影前一天幾點 幾乎都沒睡 對 六點 五六點 六點 六點 就要請小燕來聊聊 是 小燕 就是我們統整的三個 就是別人眼中的我們 然後還有自己以為的電視製作公司 最後一個就是你不知道的幕後話 秘笈 然後看一下 別人覺得的我們是怎樣的 別人以為的我們就是可以每天看明星 然後像是上次憲哥 然後還是以為我們可以隔前一天晚上 跟憲哥打電話 Re搞人很開心 但是沒有 當然沒有 對 對 不Re搞的 沒錯 講到一個不好的例子 對啊 憲哥特別不Re的 真的 自己來的 就是別人會可能會以為我們這個工作 是光鮮亮麗 然後每天接觸到很多不同人 但是不是 然後我來實習之前以為的我們就是 可以每天想一些很 就是 創意點子 對 創意點子 然後自己想要做什麼樣的節目 就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做 但是要考量到一些人緣 然後可行性 就是像剛剛那樣找明星 就是不能找那種 蔡依林和景榮這樣子 其實我們真的也想過 找娜茵跟哈琳來當評審 但是 對 這個 換不了小胖 低價取勝 結果 實際上的我們是怎樣的呢 就是剛剛走 有毒致癌物嗎 沒那麼慘 就是 很多天都要找來賓 然後找學生 然後可能Re搞Re要半夜 然後又有人突然不來了 然後像我們就是錄影的前一天 通常都要等到機叫的時間 才能回家 有機叫 所以實際上我們就是每日每夜 然後用乾來換的就是節目製作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你畫出來你的心聲 對 就是我一開始實習的時候 畫真好耶 就是立志說我每一天要把每天的心情 故事寫下來 然後像這個是第一天我肚子很餓 可是很不敢講 因為大家都沒有在吃飯 然後我就一直忍耐到下班 好慘喔 然後這一個是 所以這樣是什麼 第三天 就是突然生病然後月經來 然後整個身體不舒服 還是可是要撐到就是三 就是清晨五六點才能回家洗澡 整個體驗也都留在那對不對 對啊 大家一起 後來已經開始出現幻覺了 後來就出現 後來就是其實已經有 有一點疲乏 所以每一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 中午和晚餐去吃飯 很辛苦喔 然後 第九天 他已經變男的了 這是魯夫 就是他非常的就是 我心中的轉折 就是一早來很開心就可以 然後到中午的時候肚子好餓 最後就是真的要死掉了 然後什麼 然後我肚子餓了 非常餓 又好渴 非常渴 但是不敢動 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帶有人去買食物 我一定會 以什麼狐狸啊 以積極進取的行動力 馬上去 就一直等… 不好意思說肚子餓 對啊 不能講 我不相信他們不餓 他們的抽屜 牙櫃子都很多東西 很傻傻的 然後坐在那邊就吃啦 對不對 然後後來我就要立志帶一些 就是食物放在抽屜 但是他們就 我隔壁那個企劃就說 小燕你可以去吃啊 你可以自己去買 然後我們三個人都不敢動 為什麼他都已經叫你去買了 就是他們沒有主動去買東西 或是主動帶我們去吃 我們就真的是不敢動 要了吧 他們的意思就是要你主動去買 然後你一起出錢 然後請他們 對 在這個圈子其實要主動一點 要主動一點 辛苦了 真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實習記者小月 來 你的工作內容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說 別人眼中的這個記者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大家都覺得說 記者是做就是狗仔 什麼的這種 這種東西 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就是八卦的一面 或是什麼的 可是其實就是我也以為說 我們可以就是採訪到 採訪到很多的東西 然後可以看到很多明星什麼 然後也可以就是跟他們有近距離的接觸 可是就是雖然就是都是有 可是我覺得 事實上的我們呢 就是真的 Nemo 對 小丑魚 對 和海葵 因為他們就是 就我們和名人們其實都是互利共生 就是其實是很多的妹妹嘎嘎 就是說 你其實 你以為說 我跟你是 就是我跟這個 就是這個明星是好朋友 就我們還可能APP什麼 可是其實有時候他們是可能要靠你 就是 就是發些新聞 然後或者是說 這個記者也要跟你做朋友也是 因為他想要從你這邊知道一些 就是可以搶到一些頭條什麼的 對 所以就是其實 關係非常的複雜這樣 而且久了以後就是好像會 記者有些啦 有些會覺得說 你們都光鮮亮麗這樣來來去去 然後又拿那麼多錢 然後就慢慢有一種仇恨 對 會有 然後就對某些藝人他就會覺得 我們今天來整他 然後大家就會先想 待會星光到他過來 我們就考他一題 就沒想到那個藝人又回答得很好 他們就 對 下一次不要再讓我見到你 好複雜的關係 那個又有點就是那種 工作的樂趣了 對 當然也有一些藝人很厲害 比如說他跟這個記者頂頭上司很好 然後他的經紀人就跟頂頭上司說 明天我們來演一場 這個女藝人很委屈 而且拿刀殺我女藝人 就是你們家記者 然後那記者就比如說問了一個 真的很尖酸刻薄的問題 然後女藝人就要 表現高EQ 然後眼眶有淚 然後含笑回答 然後大家說他EQ真高 然後所有人就跑去圍繳那女記者說 你怎麼那麼殘忍 然後女記者就把本子蓋起來說 好恐怖喔 好可惡 太可惡了 太可惡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